这台磁带随身厅索尼Workman GX822 是1996年索尼发布的一款随身厅Workman 而这款机器上搭载了多种功能的收录放机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后缀型号是GX GX就是收录放的意思 索尼的收录放 这台机器搭载了磁带速度控制 慢速加速fastlow 它还有一个IC 一个IC的复读功能 具有定时录音 如果口腔当电池加调形电池 它可以运行21个小时 它的掀控器 我没拿出来在盒里呢 它的掀控器是ES背光 ES的特点就是背光均匀 但是有一缺点就是有个高频噪音 ES的缺点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是跟索尼的F-X82是不一样的 首先造型就不一样 82833855它们几个的造型不太一样 而且GX82它最牛的地方是它使用了三块电路板 而索尼其他机型都是两块电路板 它是属于三块电路板 首先我们这个硫米合金外壳下边 这是两层板子 然后 这还有一个收音板 这是三层板子 后壳是一个ABS工程塑料的 这一点比较可惜 它这写的呢 IC复读 IC repeat复读 一个AM的立体声 它是带AM的立体声 一个自动音量保护 度比开关 我们还没有换皮带 我们先装一截电池 好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显示 收音机锁定 这打开 我们看一下 这是收音机 调节用的也是这个 磁带播放也是这个 然后有个clock 这是时钟的调节 彩单 也是看上面这一行 它是按上面这一行走的 然后一点 这是空白跳跃 开关 这是循环的模式 全部循环 就无线循环 这是一个循环模式 然后这是 度比开关 再往下 AM跟FM的立体声的开关 立体声单声道的开关 然后再往前 这是慢速 还有一个AB重复 录音 录音还能选择 然后有个SRP的4秒AB 4秒AB 这个机器 非常棒 好 我们现在 我去找一下它的线控器 我应该还有一条 这条线控是外屏 有裂痕的 让我们看一下 一挨的背光 按一下 手机看见可能是蓝色不太正 有色差 应该属于是蓝绿色 然后数码中低音 两段的数码中低音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应该是属于是同样一模一样的一个机器 只不过是一个是铁灰色 一个是银白色 当然了 还有它的双胞胎机器 这是一个 还有它一个亲兄弟 我也有 一会儿给大家拿来看一下 咱们先换皮带 咱们先给这台银色的换皮带 把相控拔掉 我们要先拆掉四颗螺丝 上面没给大家介绍 上面是一个确定键 这是一个收音机录音的用的 ISS 好 所有的螺丝都已经拆除 我们来看 它是双层的 而且这里还装了一个2016电池 2016的扭扣电池 这个位置 拆这个需要慢一些 因为它这个板子 这头是不是很好拆的 我看 我们先把电池取出 它装的是一块松下的2016 好把它取出 我们现在打开了 可以看到 首先可以看到两层板子 第三层板子在外壳后边 皮带有些黏不太好 争取无损拿下 够呛了 好 好 可以把这个排线去掉 这就是一层板子 液晶显示在上面 还有上面按钮也是在上面 好 现在我们来取皮带 好 谢谢 这个我们要刷一下一会儿 这个位置中矿跟这个门锁机构有些阻挡 好 取下来了 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用牙刷来刷洗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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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的电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主导轴的皮带槽 千万不要把你的腐蚀性的液体刷到外壳上 如果用吸板水的话,酒精的话还好 酒精的话也不要刷到带颜色的塑料壳 它会使之褪色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把这个屏幕拿远点,免得见到屏幕上就完蛋了 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背景 一个部屏幕外来更据的 好,好,好看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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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我们看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来上皮带 皮带用的是对折1050.7或者0.6 都是可以的 来拿一条皮带 老规矩 副极电池盒的副极掰起一点 然后把它穿过去 然后我们把皮带挂上 然后需要调整一下皮带 别让它打折 好,没问题 我们现在 把上盖的排线 接回 好,没问题 由于它是三层板子 所以我们直接试机的时候 要把外壳扣住 好 我们装盘磁带 先装测速的 我们看它运行怎么样 然后加载 前后加载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测下它的速度 打开软件 接入音箱或者耳机 我先接耳机吧 耳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他功能 我们现在可以先上螺丝 这台机器换皮带是非常简单 它这节2016电池 既可以保存电台 又可以储存时间 因为它有时钟 找一块新的2016 因为这款我没放 清楚看到opens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从这儿扣着这个 往外揪 好 我们来听下这个机器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 Faust E加快了 这是它的变速 我们来看一下重复 这是IC重复 明显感觉到以前的技术IC重复的时候 它把高音消掉了 我们 这是杜比开关 这是录音的选项 然后我们看 这是4秒的IC 然后还有一个是AB面 先按一下 这是A面 等到你要重复的地方 你赞一下的是B面 AB它会重复的 比如现在我们可以按 它会倒回去 倒到我们刚才按A的地方 这个重复是它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除非我们解除掉 这是解除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前借后退 好 这台机器更换皮带就结束了